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赫怎么知道 我想等你们回来再睡 但是一直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担心你们出事 到外面找你们 正好看到了师父的身影 再加上 你们从早上开始 态度就有些奇怪 我就猜测 是师父跟你们说了我的事情 毕竟 师父他 很擅长聊天 总之对不起 沈赫 以前我也把你当成了仙人 没事 我并不在意 也干我之前 为与你们解释清楚 因为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解释也是徒劳 不过 你们误以为我是仙人 却并未对我敬而远之 而是以朋友相待 对此 我很感谢 毕竟就算是真正的仙人 我们也见过很多了呢 那就说好了 今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与仙人和人类都没什么关系 就是普普通通的好朋友 我记住了 虽然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不过朋友这个称呼 我很喜欢 嗯 休息了这么久 我们继续去找剩下的两件材料吧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可以先去工地 找宁光小姐的小跟班问问进度 毕竟名侠扶生时这么难找 想必没多少人能拿到吧 如果竞争对手提前放弃了的话 我们就不用那么着急了 对啊 生贺 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 在楼下买了烤鸡腿呢 分你一个 这个可好吃了 的确 味道丰富 比我自己在野外烤制的要好吃一些 快看快看 群鱼阁飞到天上去了 不过看上去 像是被什么东西捆着 因为还没有修完呢 百文 北斗也在 还有 不认识的人 群鱼阁很大 为了确保平衡 我们将群鱼阁的修建工作一分为二 在找到合适的扶生时之前 我们先在地面修建群鱼阁的底座 扶生时准备完毕后 我们便将扶生时与底座结合 让半成品的群鱼阁 浮空到与山顶等高的位置 之后的修建工作会在上方完成 一切就绪后 我们便收起铁锁 让群鱼阁飞到他该有的高度 百文小姐 我们这边带来了新材料 稍等 马上来 重建工作这么快就有进展 也是多亏了你找来的扶生时 宁光大人也说 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来了最主要的扶生时 我们算是来晚了一步 北斗 也参加重修群鱼阁的比赛了吗 没错 以前在海上冒险的时候 偶然得到过一块铭霞扶生时 就带过来了 看来 铭霞扶生时虽然很少 能找到的人倒也不止我们呢 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黎月的戏曲名角 云锦云先生 你们好 这两位 派蒙和旅行者 是我的老相识了 这位看着有些眼神 深贺 他们的 朋友 不必见外 既然是朋友的朋友 那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云先生也是来参加比赛的 碰巧要借用我的船 所以就一起来了 九阳两位大名 今日有幸得见 与深贺小姐也是 虽是初见 但我有预感 今后 我们定能相处愉快 不瞒各位 我很需要向宁光小姐提问的资格 才来参加这次比赛 家父还算有些人脉 我找来的扶生时虽说小了些 倒也勉强过关 哇 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三个人就是竞争对手了呢 恕我冒昧 深贺小姐也是来参赛的吗 不是 我没有什么想问宁光的问题 只是想帮她赢 这样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更好的提案 宁光小姐说过 前三位找齐材料的人均可获得奖励 三次提问的机会 我们三人正好评分 与其相互竞争 不如团结起来包揽前三名 几位意下如何 听上去很不错 具体要怎么做呢 哈哈 我明白云先生的意思了 最难找的扶生时 我们三人都已经找到了 剩下两样材料并非孤品 只要有一个人找到渠道 就可以解决我们三人的需求 是这样吧 云先生 正是 原来还有这样的办法 好嘞 那我先说我这边的情报吧 关于千奇核心 我这边有些线索 据说这核心打造起来不算困难 难在作为材料的几种矿石不好制备 我打算回船上问问素灵厅没听说过 你们 我们可以去城里请教一下寒风铁器的张师傅 你觉得呢 如此甚好 那就分头行动 无论哪边顺利 我们离胜利都更近一步 那我先走了 回见 嗯 我们也出发吧 说起来 云锦想要问宁光小姐什么问题呢 我正在为新戏寻找演出场地 宁光小姐眼界过人 我想请教她的看法 哇 是什么样的戏呢 派蒙也想听听看 戏 是家父根据坊间传说 偶心沥血所作 是一个描绘神怪仙女的传奇故事 其名为 神女批冠 是一个人的戏寻找 是你们呢 今天是来买点东西 还是为头锻造 辛苦张师傅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千奇核心 那当然听说过 你是 我叫云锦 张师傅可能不认识我 不过 家父曾委托您 锻造过一些戏台上用的刀枪 云锦 戏台 莫非 你是云先生 看我这脑袋 打铁都打蒙了 云先生的名号 连我这不常听戏的人都知道 几位是来问千奇核心的吧 实不相瞒 我确实会做 宁光大人上次修群玉阁的时候 我也出过力 不过打造千奇核心 需要的矿石比较稀有 上次是宁光大人准备的 不知道这次你们有带了吗 没有 我们正想问问需要哪些矿石呢 总体来说 需要碎星铁矿和蜜花石两种 如果我没记错 宁光小姐上次应该是从天恒山附近找的矿 碎星铁矿有种特性 据说是会和神之眼共鸣 花点力气 总归是能找到的 但 蜜花石就比较难办 据说市面上非常少见 呃 我也不清楚 听说天恒山一带的人知道某种秘法 能锁定蜜花石的位置 当然 只是传闻而已 我建议你们先去天恒山附近 寻找碎星铁矿 要是遇到当地人 可以问问他们蜜花石的事 天恒山 这么说来 神女批冠 其实也是发生在天恒山的故事 据说天恒山风水宜人 许多仙人也喜欢到那里去 去那里走一趟 我也许会有新的感悟 事不宜迟 几位 我们即刻动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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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蛤 我根本就不成功了 好 啊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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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最新铁矿应该够用了 还剩下最后的密滑石 刚才一路找来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过一个村庄 张师傅让我们问问本地居民 不妨去那边看看 咦,真的有人在这里 看来云锦并没有看错呢 老伯伯,你好呀 我们想打听点消息 怎么办,他好像没听见 你好,老伯伯 我们路过这里 想向您打听一下密滑石的线索 意思是让我们在村子里找线索吗 没办法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动手了 神鹤,云锦,我们一起找找看吧 抱歉,你们先找吧 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可以吗 明俊伯伯 你是 神鹤 阿鹤 你还活着 那些传闻是真的 你这些年 抱歉,几位 寻找密滑石的方法 我不太清楚 但村子里应该有一些记录 这里已经荒废了 没什么人来 你们可以随便翻找 哎,神鹤认识这位老伯伯吗 谢谢老伯伯 那我们就先去找了 那位明俊伯伯对神鹤没有恶意 神鹤小姐不会有什么危险 放心吧 好吧 那我们就先去村子里找找看了 我们就先去村子里找找看了 魔神残渣 村庄变迁 天恒山附近 难道说 神女批冠的传说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 时间也对得上 看来这次真的来对地方了 走 我们再去别处看看吧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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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位神女? 仔细想来,她的身上确实有仙人气质,年龄也对得上。 难怪与她聊天时,我总有种奇特的感觉。 应该早点注意到的。 而且从这份记录来看,戏中的神女,其实就是那对夫妻的女儿。 她并非主动轻盈,而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亲手推到了魔屋面前。 真相如此,实在令人唏嘘。 难怪她说神女并没有戏中所唱得那么勇敢,因为她本就是被迫面对那样凶险的场面。 看来家父所做的神女批冠,很可能需要进行一番修改。 嗯,找了一圈,好像没有看到关于蜜花石的记载呢。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吧。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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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我回来的时候,也从路过的商人那里听说了白发仙女的故事,却没想到是你。 我与你父亲本是至交好友,当初曾有机会阻止他举办仪式,却出于心软放任自留,最终酿成大错。 我,每年我都会带些花回来,心里也一直觉得欠你们一句道歉。 何必道歉呢?就算你当时阻止了他,他也一定会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方法。 为了爱人,他可以不顾一切。 那,你还恨他吗? 我不知道。 我本是孤尘结煞,师父赐我红绳复魂,帮我压制住狂躁的心性,也让我的情感淡漠如仙人。 如今提起往事,与其说恨或不恨,不如说是无感。 这些年,也确实是辛苦你了。 生贺,我们回来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知道你没事,我的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下次有机会,我可以再给你讲一讲往事。 谢谢你,拉拉伯伯,我们找到线索了。 生贺,你看,这上面记载了蜜花石的下落呢。 只要到那边的湖中心就可以找到了。 是吗? 那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吧。 生贺小姐,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情。 刚刚我们在村里找到了你父亲的笔记,神女批冠中有诸多不识的地方,我想将其改掉。 为什么要改掉? 我说过,戏曲本身是对现实的改变。 但戏曲的主人公就在眼前,我不能忽视你的感受。 没关系,我很喜欢方才你讲的那一版。 师父曾说,什么时候我懂得为他人使用力量,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融入人类社会。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戏曲中唱的那样,挺身而出,去保护别人。 以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不知道以后是否会有。 放心,一定会有的。 其实在我看来,或许你已经有了一些改变,只是需要一个契机去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生贺,云锦,不要在那里聊天了,我们快出发吧。 不然说不定就要被别人抢先了。 我再抓我吧。 对 对 我 哦 嗯 啊 这样就找齐啦 那我们回去交差吧 不知道北斗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 你们找来的这些料子可都是货真价实的上品 哎呀我感觉能锻造出不错的成品 看来我也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呦老伙计你们那边进展如何 我这边遇到了一点麻烦 素灵没见过千奇核心 从头开始研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生产千奇核心的事情交给我 你们先去忙别的吧 放心用不了多久我这边就能完工 那就辛苦张师傅了 我们这边开始筹备仙家福禄 不过和仙家有关的东西要去哪里找呢 就由我来制备吧 由深鹤小姐来 没错我这些年跟仙人修行 对制备福禄的方法也略之一二 第一次见面我曾对你说过 我是为群玉阁而来 却不是来参赛的 其实我本就是来送仙家福禄的 师父听说了宁光重修群玉阁的事情 便叫我来送福禄给他 同时师父也说希望我借此机会重新回到人类社会 只是现在看来我与世隔绝太久 缺少许多常识 留下来或许也未必合适 不过与你们相遇我很开心 制备福禄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合不合适的我不了解内情也不太清楚 不过既然相遇也是一种缘分 哪天心情不好尽管来我船上喝酒 多谢 那张师父 我就在你这里借个地方 制备福禄了 当然可以 正好我也想开开眼 看看仙人的术法是什么样子 福禄已成 虽然与师父亲手制备的相比尚有不足 但应该也算质量上乘 你们要的东西 我这边也打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就快点把这些东西交上去吧 不要被别人抢先了 我这边就把这些东西交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这场比赛要分出胜负了呢 我宣布 这次材料筹备竞赛的三位优胜者 分别是旅行者 云锦和北斗 不是 这就结束了 我复生时还没找到呢 我不能接受 唉 紧赶慢赶 还是慢人一步 那就有请三位优胜者 先移步到群玉阁 宁光大人已经在上面等着了 咦 北斗哪儿去了 刚刚还看见他在这里的 啊 北斗小姐有些事情 可能会晚一点的 几位先随我来吧 好吧 那我们先到群玉阁上看看吧 上次登上群玉阁 好像还是很久之前呢 将仙家福禄与千奇核心相结合 放入群玉阁控制舱内 如此一来 群玉阁就算正式重建完毕 之后收起铁锁 它便会升入高空 辛苦几位 现在该由我兑现承诺 给你们奖励了 好耶 芸先生的来意 我稍有耳闻 你正在为新的戏曲寻找合适的舞台 对吗 正是 不知道宁光小姐有什么建议吗 既然是芸先生隆重准备的新戏 想必极有分量 出演 不如就选在这新建成的群玉阁上 如何 群玉阁地势极高 由此向外 能一览众山巷 高处之风镜 又可观人间众像 我想 天下怕是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先生的戏台了 多谢宁光小姐 稍后我会备好戏曲道具 劳烦宁光小姐一并带上群玉阁 明细佳曲 值得如此 不必客气 旅行者 升鹤 还有小派蒙 我先告辞了 记得来听我的戏哦 你呢 你想问我什么呢 事先说明 你哥哥的行踪我也不清楚 就不要浪费这个问题了 呃 宁光小姐总是未卜先知的样子呢 既然这样 就轮到派蒙来问了 经商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 资金 人脉 对风向的感知 对机遇的嗅觉 凡此种种 缺一不可 你们若是想问怎么赚钱 我自会按照约定回答 但对现在的你们来说 未必有效 哇 明明我还什么都没有问呢 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一看便知 当然 你们帮我重建群玉阁 恩情重大 我绝不会亏待你们 我可以许诺 若有一天你们急需接计 可以来我这里寻个差事 至于薪水待遇 我当然会按最高规格来给 太好了 下次摩拉用完的时候 我们来找宁光小姐就行 那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了 深河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 是啊 因为材料是大家一起找齐的呢 多谢 但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 是吗 那这个千载难逢的提问机会 怕是要浪费了 怎么可以这样 不可以浪费 呃 让我们再想想 宁光小姐 你觉得 我能融入黎月港吗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黎月港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只要你遵守这里的规章制度 它就不会拒绝你 所以 重要的是 你能否对黎月港产生归属感 归属感 是啊 喜欢一个地方 融入一个地方 总是要有理由的 或许是在这里遇见过什么人 经历过什么事 也或许只是享受黎月的氛围 习惯了这样去生活 总之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希望你也能早日找到 我明白了 哟 几位正聊着呢 刚刚去了趟船队 来晚了 快来快来 正好轮到北斗了 北斗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我 我没什么想问的 本来就是被他强拉来帮忙 顺便参赛而已 宁光 上次跟你说的事 你可别忘了 那东西不好对付 光靠我的船队 很难白平 放心吧 我准备好了 商药准备妥当 千炎君也提前赶过去埋伏了 那就好 你自己当心点 不要掉以轻心 北斗 宁光小姐 你们在聊什么呀 等群玉阁升空 你们自会明白 但 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不知道 或许更好 第一次登上群玉阁的时候 我站在高台边缘 从空中摇望着黎月港 那时我想 终有一日 我会让群玉阁的影子覆盖七国 时至今日 我的愿望依然未变 不过 这次重修群玉阁 却不只是为了我自己 我希望 无论何时 群玉阁都能一直复在黎月港上空 见证人间的繁荣安宁 也希望各位 与我一同见证 升空仪式 开始 舟约翎 呃 呃 尀 火人来了吗 呃 熊窝的鱼威 跋撤了 那是谁啊 奥塞尔的妻子 熊窝之魔神最后的追随者 难道说宁光小姐早就知道 北斗对海洋变化的感知很敏锐 几个月前就提醒过我 之所以在这个时间重修群玉阁 也是想利用他对群玉阁的恨 将他从海里引出来 原来如此 那我们去找仙人来帮忙 不必 人质的时代 离岳岗的人也必须要试着靠自己的力量 度过这场危机 大家小心 海啸友来了 那是什么 海浪 好大的海浪 海浪 雪 你 可 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 只要活着 就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 还不如就这样死去 换他回来 什么时候你有了为他人使用力量的想法 什么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融入人类守卫 我找你 你才能够真正融入人类 我还没想到你 你才能够真正融入人类 我还没想到你 你才能够真正融入人类 我应该是我的 你才能够真正融入人类 啊 啊 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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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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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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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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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定可以顺利融入黎月港 谢谢 我想 我已经找到改变的契机了 云先生 原来你在这里 这位白 白发姑娘 看着好特别 简直就像是仙人一样 莫非 你就是 那位神女 还有这位 这位不是大名鼎鼎的旅行者吗 看来这次 我真是不虚此行 不介意 夹上椅子吧 来 咱们一起聊聊天 如果你不想用鼻子或者眼睛 把剩下的酒喝完 就快点离开比较好 这熟悉的感觉 好像又回到第一次和深河见面的时候了 你想干什么 冷静 深河 冷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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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好 嘞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